咱们看看习近平的女婿 习明泽的丈夫 驸马龙峰峰先生的视频讲话 开始看吧 佩洛西窜往台湾 引发了中央坚决的反制 和全国人民的关注 祖国的统一是在必行 而且在布局的将来 必然得到解决 有不少朋友关心也担忧 其实大家大个放心 在台海统一的布局上 中国是胜确在握 今天给大家分享 讲解一张图 这张图是一千年前 原天刚画的 以成分辟住 也就是推背图的第45项 67年前曾给一些朋友 讲过这幅图 如今时间更近了 给大家稍微分享 讲解一下 家人们可以把心完全放下来 请相信祖国的力量 坐等统一之时 在这张图中 兄弟比肩作战 代表了两岸人民 如兄弟比肩的结局 是同心之相 统一是必然的结果 当然过程中 外部的压力是有的 有压力出发才有变化 有刺激才能解决 而不会长期拖延 挑适的是谁 很清楚就是美国 拿台湾当令牌 来试探中国 此次佩洛西的行为 就看得非常清楚 而且这种挑衅 不会就此结束 小人总是跌跌不休的 但是美国只是指劳谷 外面装得很强大 其实一出就破 毛主席这道就分析得很透彻了 不要怕美国这些小动作 一来真的美国就怂了 不仅毛主席这么说 李成峰也早早这么点评 他写道 有克西来 东治而止 西来克就是指西方的美国 老是耀武扬威 开着航母 在太平洋转栏转去 口口声声说要重返亚太 还搞了一个岛链 对中国进行封锁 可惜 东治而止 美国舰内只能是 老老实实在东太平洋待着 不敢往前一步 不可能真的参与 这种金氏群动 不要说台湾有事了 哪怕日本有事 美国都不敢乱动 只有嚷嚷的凤 美国自己从 但历来喜欢挑说 旗帜来找射 在东海之边 日本就是美国的小弟 打手 在大哥的暗地挑手下 加上自己的民族情绪 时候到的时候 脑子一昏 就会跑上来当炮灰 这是李成峰说的 日本为啥近几年来 暗潮涌动 安倍忽然遇迟就是征兆 想着憋大招呢 但却逃不出袁天刚 千年前画的这幅图 一个太阳清清楚楚 等着被挨打 起因很清楚 木火金水 洗尺大尺 指的是五行缺土 因为领土缺失而引发了争端 台海的局势就是如此 结局更清楚 两岸统一领土收回 李成峰批得清清楚楚 金屋隐匿白阳中 金屋指的是太阳 太阳掉到了海里 那么日齐就变成了白齐 结果是投降 不仅如此 敌人还全军覆没 从此不敢生雄长 兵器全销 运移动 这就是挑事者的结局 写得没法更清楚了 不过时机还没有到 但很接近了 中国的纪念法是 一个夹子六十年 每二十年为一个运势 这跟玛雅人的历法 以二十年为一段是相同的 1984年是甲子 二十年后 2004年为甲生 开始了梗土八运的二十年 在梗土运中 中国地产狂涨 梗为少年 所以为少年 成为一种流行趋势 到了2024年为甲成年 也就是青龙年 将开始离活九运的新的二十年 离活代表高科技 所以科技将迅速发展 而且离为中雨 所以预解发会越来越流行 火运到来之时 火也代表容易走火 代表了变动的时机 时机这两个运势交叉之时 其实李克风早就点评过了 黑兔走入青龙穴 是实际的奥秘 总而言之 大家只要尽等祖国的统一 势在必行 最近还有些朋友问 是不是要移民欧美 其实大可不必 未来的国运还是在中国 而美国是日落西山 不要被短期的波动搅扰 长期的利好还是在国内 看问题要长久 不要被短期的浮动而搅扰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 两岸同意 世代必行 祝好